大家早安 我們先開始今天早上的天氣說明 今天還是持續受到太平洋高溜灶的影響 所以各地依舊是屬於晴暖、穩定、高溫、炎熱的天氣 從雲竹上面也可以看到 台灣附近的雲量上非常的稀少 這就是太平洋高溜灶的區有 所以今天的話 各地的話都相當的晴暖和炎熱 從今天的燈號趨勢也可以看到 除了新竹市之外 其他本島的各個縣市 基本上都會有局部 36度以上高溫發生的機率 特別是在桃園一北 還有宜蘭、台東地區 還有花蓮重谷跟屏東近山區或河谷 會有連續38度以上高溫出現的機率 所以今天的話 各地的中午前後的溫度都會相當的高 那主要線也偏強 所以外出的話一定要做好把散並多中水分 那從未來的溫度趨勢可以看到 今天的話算是這一週當中溫度上最高的一天 可以看到在北部這邊的話 只有接近38、39度的高溫 那明天開始的話 隨著太平洋高的勢力會開始減弱 所以高溫出現這種38度 極端高溫的機率就會比較明顯的降低下來 不過基本上在明天一直到週三這段時間 甚至後面的話 各地還是比較屬於高溫炎熱的天氣 高溫的部分雖然不像今天有38、39度這種極端高溫的出現 不過基本上在未來一週的話 高溫的部分 可能部分地區都還是有機會出現35、36度的高溫 所以未來這週 整體來說還是比較屬於形狼 比較屬於高溫炎熱的一個天氣 那從預測天氣圖可以看到 左上角這一張是今天晚上的預測天氣圖 可以看到整個高壓中心幾乎就在台灣的附近 所以今天的話是在高溫炎的影響之下 所以各地都比較清朗 午後的話只有山區有一些比較靈性的 午後的暖戰雷陣雨 那明天開始到後天 那個高的勢力會開始慢慢減落肥胎 明天然後到了週二的話 可以看到高的勢力開始慢慢減乾 所以明天之後午後雷陣營的範圍 會慢慢由山區會慢慢往西半部平地擴展 那到週三之後 在琉球的東南方海面會形成一個低壓帶 所以從週三週四之後 在台灣的東半外海 就琉球東南方海面會形成一個大的第二帶 那之後的話 在東半部的話 從週三週四之後 降雨的話 東半部會慢慢比較明顯的增多 其實在週五週六的話 受到比較偏東風 帶一些水氣的影響 所以在下週五下週六 東半部會有一些比較局部的暖戰陣雨 那西半部的話 未來大致上還是比較偏向 行道多於五後雷陣營的天氣 但五後雷陣營的話 後期會隨著高壓勢力的減弱 會慢慢的增多 那從降雨的趨勢來看 就是今天的降雨 主要都是在山區 而且相當的會比較零星喔 那明天的話 高壓開始減弱 不過明天五後雷陣營的區域 主要還是在山區 那範圍會有提升稍微擴大一點 那到了週二之後 整個高壓會再進一步的減弱 所以五後雷陣營的話 慢慢由各地的山區 會慢慢往西半部的平地擴展 尤其可能在週二、週三之後 在中南部的平地 這種出現五後雷陣的機率 會慢慢的提高 那一直持續到週四、週五的話 會受到東方外海 這個地下帶帶一些片東風的水氣 所以從週四、週五、週六的話 在東半部 可能不定時會有些 比較零星的一個降雨 那西半部的話 後來之後大致上 都還是偏向 這種五後雷陣營的天氣 如果後期的話 這個五後雷陣的機率 會慢慢的提高 那以上是針對上午的 一個天氣的說明